中日關係千絲萬縷 最近中國處理日本侵佔地獄台的手法 比日本的強硬態度明顯低調和克制 自從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 兩國的經濟交流一日比一日頻繁 有輿論認為日本對華的投資和貸款 正好解釋中國在地獄台事件上 為什麼隱氣吞聲 地獄台主權問題即使源而未決 但是並沒有影響中日經濟交流 上個月中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 率領歷年最大的代表團一行150人 由部長助理安民大隊訪問日本 日本貿易鎮協會表示 中國年初已經開始跟他們接觸 安排這次這麼大規模的經濟交流 七月 中國外經貿部部長吳怡 還親自出馬促成雙方見面 整件事似乎一點都沒有受到 釣魚台主權糾紛的影響 現在青海的經濟勢力有所增強 中國外經貿代表團這次日本之行 隨團有青海省計劃委員會主任蘇森 他積極向日商推介青海的天然資源開發計劃 爭取貸款 青海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地區 建設資金短缺 我們希望能夠借用日本海外心理基金 日本輸出銀行貸款 來加快青海的公園化進程 維持良好的中藥關係 對你們是不是重要呢 當然了 這是很明白的事情 1978年中藥簽訂友好條約 十幾年來日本政府分三批 長期低息貸款給中國 款額高達一千億港元 目前日本是中國最大的債權國 中國利用這些貸款建碼頭 起鐵路做發電站 全國有六十幾項大型基建工程 都需要借助日本貸款 協助北京地區解決缺水問題的藍水北調 和多項環保工程 現在還在等日本借錢上馬 這次第四批的貸款額是四百億港元 借錢之餘 日本政府也給予中國無償援助 目前總額已經達到一百億港元 低息貸款和無償援助 一向被視為貸款一方 用來打通受惠地區市場和建交的手段 並非因此 不過部分日本人就當是對中國的戰爭賠償 日本投資中國本來不及美國積極 但是近年一元急升經濟不景 為了減低生產成本 日本才到中國大量投資 主要是中國和我們很近 中國有這麼大 如果可以和這麼大的地方做生意 我就覺得對我們的將來是很有利的 日本市場已經成熟了 講機會、做生意的機會越來越少 但是中國就有十億人口 還有很多發展的機會 那是日本的工資 什麼的成本就高了 就不能在日本國內繼續上場 所以古特布要靠海外上場 旭發城化工是日本最大的化學製品公司之一 過去和中國的家王以技術轉移為主 沒有實際投資 直至1994年 旭發城開車在寧波和杭州 設房織廠和飄驗廠 我們的顧客是做裝備的 他們用我們的零件 但是目前很多零件的製造商 已經將他們的廠搬到中國 我們作為原料的供應商 是需要為零件製造商提供原料的 所以我們也需要移船就陷 將部分的生產線搬到中國 由92年起 日商對華投資急劇上升 去年日本投資 佔中國外資的地位 已經由第四位升至第二位 款額高達300億港元 中日貿易額 更佔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位 達到4500億港元 以騰宗商時 戰前已經和中國有生意來往 戰後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前 他亦透過民間友好團體 和中國通商 目前以騰宗和中國做生意的貿易額 佔中日貿易的第一位 近五百億港元 負責中國報的常務董事騰宴 六十年代已經代表伊騰宗 到中國開拓市場 三十多年中日貿易的經驗告訴他 經濟利益在中日關係上舉足輕重 還是經濟是最主要的了 全世界呢 也以怎麼樣提高生活水平 都是靠經濟的 經濟要發達的話 兩個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呢 也可以發達的 我們是也有一些資金的 也有一些技術 我們提供資金技術 開發中國的內地的大市場 中國以後要多做很大的這個項目吧 很大的事情要做 比方說農業的發展 公共所需的發展 農業的開採 搞這個國有企業的改造了 各方面都要做的 雖然的話需要很大的 很多的資金吧 那以中國一個國家的力量呢 做不了 那還需要各個國家的合作 從下電器也是中國重要的日資企業 1978年鄧小平訪日 和從下創辦人 從下幸資助會面 電下合作基礎 從下 從下87年才是北京開設第一間合資企業 接著到 pot male 將在 Yue Chen 進去於不同省分開設了31間公司 总投资额42亿港元 成为日本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制造商 松下电器负责中国报告部长邵德敬鸿 认为日本投资对中国虽然不重要 但是中国政府甚至侦重日本并不明智 日本是中国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不过中国政府会很小心 不会单靠一个国家提供大量的资金 原因是中国政府要维护本身的自主权 和国家的尊严 所以不想太依赖某一个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这种是中国政府常用的手法 邵德敬鸿很相信经济因素 未必能够牵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 商业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 国家的尊严 和爱国的情绪 是会开过利益的问题 影响两国的双边关系 财款应援投资贸易 财款应援投资贸易 中日两国之间涉及庞大的经济利益 不过专家学者都相信 经济因素并非中国处理钓鱼台态度隐悔的关键所在 中国对日本另眼相看另有原因 战后日本和台湾国民政府签订台日条约 跟随美国的西方阵营 孤立中共政权 当时是1952年 1969年 中国和老大哥苏联反目 边界珍宝岛发生流血冲突 双方军队对视 局势告急 为了对抗苏联 中国拉拢日本 谋求一方面突破外交孤立 另一方面断绝日本和台湾的关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不惜跟着台湾国民政府的做法 放弃向日本追讨战争赔偿 在调遇台主权问题上 也作弹性处理 1978年8月 中日两国签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关系一日千里 叫护车 叫护车快点 来人帮我踢一下 89年六四事件之后 中国受各国的杯葛 日本带头恢复对话关系 而且一直没试过 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 以人权等问题向中国施压力 不过好景不常 中国去年进行附事 中日关系蒙上阴影 中国在95年和菲律宾 就南中国海的美制招争拗主权 两国军南海上对视 今年年初 台湾大选期间 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演习 这些事件被西方阵营有机可适 以中国威胁论 将中国变成假想敌 政论家认为 要围堵中国 美国和日本将是主族 所以中国在最近 吊鱼台主权纠纷上 保持低调和克制 以免被人口实 也避免刺激日本 更靠拢美国进一步获展军力 在今年最新出版的防卫白皮书里面 日本已经指出 要警惕中国霸权主义和军事力量的潜在威胁 有不少日本人相信 在中国和邻近国家的威胁下 日本有需要巩固军力 平松茂雄是日本杏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 曾经在防卫厅工作二十年 专门研究现代中国军事 日本和俄罗斯之间有北方领土问题 和朝鲜又有捉岛问题 还有和中国和台湾又有尖角列岛问题 这些问题全部都未解决到的 如果为着领土问题发生战争的话 我们是一个岛国 当然要保卫自己的海域 这就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了 日本目前仍然只可以拥有自卫队 但是自卫队的军事力量定不薄弱 日本本年度军费开始 三千三百九十二亿港元仅次于美国 未来五年会按年低增百分之二 日本这支支援队拥有精銳兵力和先进武器 空军有F-15战斗机 预先警戒飞机和空中加油机 海上有先进的护衛船潜水艇可攻可守 陆上大炮、装甲车和地对空导弹也一样俱全 田光晋次是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 赞识军事文章三十多年 当然日本的军费开支是大 但是不代表日本的军费是高 因为你要知道日本的人工是非常之高 自卫队拼请新的队员 那些十八岁的新毕业生 每年的人工提改是二万五千元美金 相等于美国一个初级军官的新金 甚至可能更高过中国的军长或司长 日本东洋学员大学正是 专研究中日关系的中国教授朱建荣 透露即使删除了自卫队的新金 但是买军备的支出 日本依然排在世界第二位 冷战以后发达国家当中 唯一的一个每年在扩大军事费 增加军事费用 在勾置新的武器的那就是日本 这个意义上说别的国家在批评日本 认为日本在冷战以后继续再扩军 这个呢也有打死 确实是事实 美日关系专家Charlotte Johnson 最近在日本国家记者会演讲 他指出 日本军事国章加上和专家军事合作頻密 将迫使中国军事化 今年4月 美国军事国章 美國總統克林頓和日本首相橋本 達成新一輪的日美安保條約安排 新條約將原文約在日本發生緊急事態 改為約在遠東發生緊急事態 美日兩國可制定聯合防衛具體措施 另外有加入 美國可以謀求日本自衛隊援助的新規定 加強兩國軍事同盟 似乎我似乎現在美國和日本 正在逃避中國的保障 他們的世界都看見日本和美國共同盟 對他們的共同同盟 對他們的內容在台灣 部分日本人認為日本對中國的政策飄忽不平 一方面因為近年日本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 多數派政府和領導人 另一方面新一代政客對中國既沒有認識 又沒有感情 郭芬良成是慶應大學法學部教授 專研究中日關係 以往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浪漫的情懷 但是近幾年來 從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開始 他們已經看到中國的真面目 現在他們會批評中國的人權和核視問題 日本華人報紙東方時報總編輯 蔣峰 指出近年日本對中國的感情已經有變 日本的新生代的政治家在政治上逐漸掌握了主體 那麼開始掌握了主權以後 他們認為日本跟中國的國家的關係是一種普通的國家關係 不存在什麼特殊的歷史性的國家關係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可以支持你的 我就支持你 我要反對你的 就反對你 比如說你在經濟上 我可以幫助你做一些改革 給你提供一些援助 而在政治上 當你搞核實驗的時候 我就要反對你 當你出現了人權問題的時候 我也要指責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雙方對兩國的關係實驗 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認識上是越來越不同了 日本總理府每年進行的外交民意調查顯示 1985年有接近80%的日本人 對中國有親切感 但是到了去年 百分比首次跌破50% 只有48.4% 川崎大夫 三十歲 大學畢業八年 一直沒有一份固定的工作 他說近年找一份長工很困難 日本新一代的年輕人 面對就業等切身問題 已經手忙腳亂 沒有時間關心世界局勢 和國家大事 川崎和他朋友Ibata有空來喝酒 聊聊天 他們說現在年輕人最重要是娛樂 今早有酒今早醉 對於戰爭和過去的歷史責任 多數都一知半解 不甚無聊 對中國也再沒有上一代的親切感 印象之中 中國始終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最近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是很重視發展旅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在上海不斷開發經濟的背後 又有天安門事件 這類的事情發生 令人覺得很不安定 在印象之中 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 人民是得不到很多外國的消息 大多數人都只是為生活而生活 我都有這樣的印象 中國的普通人 日本的普通人 都是為生活而生活的 這一點 我們都是一樣的 以僑本為首的日本自民黨 仍然未能在新選出的眾議院 取得大多數議席 新政府有幾大能力和誠意 去修補中日之間的關係 還是一個疑問 中國拒絕接受我們的訪問 評論中日關係 學者專家則一致認為 中國的取態 是先鞏固國家的實力 君子報仇 十年未晚 我們早就oting России 大廣 Roz 八月 小明星 乃 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